今日我們新增是252例的中重症病例 其中143例是中症 109例是重症 另外有124例的死亡 那目前輕症無症狀的比例 是99.68% 死亡個案的部分 124位當中有116位有慢性病死 81人是沒有打滿3劑的疫苗 其中57人是沒有接種過 任何一劑的疫苗 年齡超過80歲的長者是佔70位 那今天的124例死亡的年齡層是從90多歲到 有一位是小於10歲的這個個案 那這位 小於10歲的個案是一個9歲的男童 本身是有 先天性的心臟病 那長期在使用這個呼吸器 那這次是在住院的期間有 檢驗出這個新冠病毒感染 那因為檢驗出來之後 就有這個氧氣濃度 變差肺炎惡化的一個情形 那不幸 因為原先的這個先天性的心臟病又 併發新冠肺炎而出現多重器官衰竭 而過世 那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新增的一個兒童死亡的 病例 那另外就是也有增加一例這個 比較年輕的重症的病例 是一個20多歲 本身有癌症轉移病死的一個男性 那本身 沒有接種過新冠的疫苗 這次是 因為出現這個染疫之後的肺炎跟呼吸窘迫的情形 那目前在醫院的家務病房當中 就知當中 那我們累積到現在特別針對兒童的部分 12歲 下兒童的話 目前的重症人數 今天新增1位 所以增加到總共35位 那這位是肺炎 也因為這個有工病 心臟病的關係而過世 所以這位是肺炎有增加到 總共目前是有8位的 這個肺炎的重症 那腦炎的部分仍然是維持 17位的這個重症的病例 死亡的部分 因為這位有工病跟肺炎的個案 所以目前的兒童的死亡個案數是累積到15人 其中 肺炎的部分是占4位 那腦炎的部分仍然是維持5位 那我們先前有提到有一位這個腦炎的中症的 個案 那仍然在加護病房當中的這位 個案 他在 昨天已經有傳出到一般的病房去繼續治療 所以這位的病況也已經有改善 上報告